哈喽大家好,我是Limo,欢迎收看速说量子 我们说到粒子的时候经常听到自旋这个词 但紧接着你可能又听到自旋为一,甚至二分之一自旋 类似这种奇怪的说法 我们之所以会感到奇怪 主要是因为我们把自旋直接等同于自转来理解了 你想想是不是,肯定是 日常生活中我们把这两个词等同,问题不大 但在量子力学里边,自旋和自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大部分人的印象中,粒子的样子应该都是个很小很小的小球 其实我们之前说过,基本粒子在标准粒子模型中是不可再分的点粒子 也就是说,它被看作是一个点,而不是一个小球 所以,一个点的话,它怎么自转呢 这时候说自转对它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过你可能会说,之前电子形状呢,岂不是说过 电子是存在可测量半径的吗 那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电子这种粒子是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小球的 是的,没错 正因为如此,它就更不能用自转来解释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按自转来解释 那这个时候,粒子表面的限速度是超过了光速的 就因为这个,当年有人刚想提出电子自转概念的时候 直接就被号称怼神的炮力给怼回去了 违反相对论的你也敢发,是不是不想在圈里混了 于是它想了想,算了,那还是不发了 所以说,粒子的自旋不能用自转来解释 其实这个自旋与旋转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自旋它不是一种运动状态 而是一种微观粒子的内在属性 就好像质量这些物力量一样 是物质与生俱来的 自旋是只存在于微观粒子的一种内柄属性 怎么理解这个内柄属性呢 打个比方 地球的自转是围绕极轴做的一种转动 它的自转就不是内在性质 因为哪怕地球转的快了 还是转的慢了 它都是地球 但是粒子如果自旋不一样 它就是一个新粒子了 就不是同一个东西了 你看,非米子的自旋都是半基数 像1分之1,3分之2,5这种 而波色子的自旋直接就是0,1,2,3这种整数 所以说每种粒子都不同 另外,由于基本粒子构成的符合粒子 也是带有自旋的 它是由构成它的这些基本粒子的自旋角动量 相叠加得到的 比如质子的自旋 就是从里边的跨克的自旋得到的 关于这个粒子的自旋该怎么去理解 我相信不少人都查过一些资料 是不是发现 除了那些太过专业的理论解释外 通过一般的科普资料 很难找到一个形象的描述 这是因为在宏观世界 目前确实没有任何一种物理现象 能够对应这个量子领域的自旋现象 它超过了我们普通人对宏观自然现象的认知 所以没法去想象 如果你真的希望有一个较为形象的描述 那我给你两种仅供参考的说法 第一种就是 粒子如果自旋为1 那你可以看成它在旋转360度以后和之前一样 自旋为2就相当于要转180度 也就是转半圈 自旋为1分之1则要转两圈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因为粒子自旋所展现出来的效果 看起来和自转一样 只是这个角动量是量子化的 也就是离散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小球在转动的时候 并不是平滑的去转动 而是一跳一跳的 这个每次跳的幅度 就是每个粒子特有的自旋属性 两种说法肯定都存在问题 但至少还是能让我们对这个自旋 有个大致的较为直观的印象 不知道你喜欢哪种解释 至于粒子为什么会有这个自旋属性 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清楚 或许闲理论将来能回答这个问题吧 好了 我是林某 速说量子 下期见 拜拜